如何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 予获取 用得起 方便用得算力 应该是AI产业发展的关键 怎样守住AI伦理的底线 确保其安全和靠 计算机本身并无善额之灵 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设计者 软件工程师 算法科学家 掌握正确的工具 拥有正确的意识观点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国际人工智能产业界代表共同聚焦 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与工业不符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精彩 主题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与行业赋能 共有三位嘉宾参与 正确来 华为公司副总裁 云毕优总裁 沈向阳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部负责人 汤晓鸥 商汤科技创始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首先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郑叶来 华为公司副总裁 云毕优总裁 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不能 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 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大家知道人工智能 我们认为它是一名通用的目的技术 就是GPT 跟人类历史上存在的这么多的技术 包括铁路 汽车 包括我们商业虚拟化一样 它是一系列通用技术的组成 所以人工智能 我们一直讲就是信息技术 带来了我们整个效率的提升 但是人工智能是能带来生产成本的变化的 所以我们人工智能是一系列的 大家知道包括质量语言处理 图像处理等一系列通用技术的简称 人工智能它一定会改变 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行业 比方说在整个交通领域 深圳是交通城市大脑 我们让深圳这个本来应该最多的城市 应该变得就是整个效率做得很多的提升 中国很著名的几家物流公司 给我们一起来进行路径的规划 我们一直是说行业加上AI 而不是AI加上行业 我们也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改变 每个行业 每个职业 每个组织 每个家庭和每个人 那未来人工智能使用以后呢 它会改变我们整个组织的人才结构 从上面的商业领袖到管理者 那中间一定会AI的工程师 也基本的通用的这些重复性的劳动 一定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也就是说从每个产业来讲 只有不过逾越的理论障碍 而且是大家所期望发生的事情 华为一定会全力去投资它 也一定会加快它的改变 大家知道很多型的劳动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的作息 未来一定会用人工智能 替代大部分的工作 而你很多B2B的公司 就面向Go to Marketing这一端 就跟整个人打交道这一端 一定会引入AI来加速整个流程 很多B2B或B2B再to set的公司 一定会把整个的应用里面 整合进人工智能很多应用 也就是今天的改变会如此之快 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 我们期待这个行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跟目前所有的通用目的技术一样 所有的技术的应用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我们华为看待一个产业 一定会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就是局部探索的阶段 这个阶段应该说讲世界技术的探索 在这之后就是说 整个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会产生碰撞 今天的人工智能 我们认为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谈了很多 今天在祖国的大地上 无论是高校还是行业不谈人工智能 就觉得不大好意思 就是来自这种兴奋 这种冲动 也同时也有一失焦虑和一失困惑 但是人工智能终将会得改变这些行业 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说首先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 任何的技术一定有它解决的问题 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应该充分聚焦 人工智能能够解决的问题 创造价值领域 而不应该把精力花在 人工智能不能解决的问题 并且预计机器在越来越多任务中 能够继续超越人类的表现 我们还有一个观点是 选择正确的问题 比寻找新奇的解决方案更加重要 这一些有模式可循的 有数据支撑的 机器学习将会比人变得更加的重要 有数据支撑 这里面就是设计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整个数据的主权是哪里 以及就是说你服务的 最终客户的饮食怎么来保护 我讲这将带来一系列 深刻的社会的变革 我们说人工智能是 新计划带来一个新的高度 我刚才讲过 人工智能是会改变 整个生产的成本的 所以来讲 人工智能是一种科学 一种计算的技术 它启发于人 它不同于人 能够进行感知 能够进行学习 能推理和采取行动 所以来讲 跟以前的新计划 这套的变化是 新计划只能是 提升人的效率 降低人的成本 但是人工智能一定会 改变整个生产的成本 我们跟中国一家 很著名的污水处理公司来合作 通过监控整个 磁子氧化的浓度 来改变了整个能源 提升了整个的效率 那就是人工智能人才 怎么来获取呢 就是我们其实还希望 用AI的思维来 解决人才的短缺 应该整个企业 AI的人力结构 不仅仅是数据科学家 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科学家 还有整个行业的知识 还有new how 还有算法 这些应该是相互来配合的 除了从外部获取 数据科学的人才 我们认为企业 应该加强内部的培训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 应该说我们认为 打造内生的 公众数据科学家 甚至数据科学家的任务能力 这样能更快速 更重要 更长久 就是说 着力于整个智能化 自动化 更简单易用的人工智能的工具 平台和服务 让所有的企业 用快捷的方法 或高效的方法 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解决问题 来创造价值 也就是说 怎么让人工智能 成为一种普惠的技术 还不是大家不停地来讲 而且我们希望人工智能 是一个高而不贵的技术 今天人工智能来讲 就是我们有数据 我们有算法 那很重要的就是 数据算法在承载是什么 是算力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面向人工智能 这样一个大的潮涌 华为应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今天面临挑战是什么 就是怎么预获取 用得起 方便用得算力 应该是AI产业发展的关键 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的 整个训练的过程 还是很贵的 我们训练一张图片 我们训练整个人脸识别 训练整个交通治理 整个自动驾驶 我们整个工部的价格来讲 我们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训练 我们无论是在自己来建设有云 还是用公有云来做来讲 整个的成本来讲 在训练一个复杂的场景 还是成本还是很高的 第二个是使用是比较难的 因为当前整个框架太灵活了 而且框架太多 有效之争的学术的研究 但对于企业应用者来讲 开发者是短缺的 缺乏一个稳定的工具 造成应用开发困难 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未来一定是端边缘和协同的 怎么有一个统一的框架 支持端和云端和边缘的协同 还有一个难以获取 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整个GPU的供应 应该说是供货周期很长的 所以面向这种情况下 我们期望我们在华为这方面 有一个努力 在人工智能 这个环境下 怎么构建一个生态 支持我们的研究 支持整个企业 来方便医用地获取 人工智能 真正实现普惠的AI 让大家用得起 用得好 同时值得信赖 谢谢大家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要遵循怎样的原则 必须以寄予人类的立场 来设计和发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进展 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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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创新的节奏快得令人难以自清 很多人类感知的能力 甚至足够被人工智能逼近或者超越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经济体 主题是 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与行业不能 在刚刚的节目里 华为公司副总裁 云BO总裁 郑叶来指出 人工智能的应用 应该是 行业加AI 而不是AI加行业 目前人工智能已进入第二阶段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正在产生碰撞 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 选择正确的问题 比寻找新奇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信息化只能降低人力成本 而人工智能会改变整个生产成本 AI时代 企业要具有打造内生数据科学家的能力 要让AI成为互贵的技术 一获取 用得起 方便用得算力 是AI产业发展的关键 那么 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现状物体 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的第二位主讲嘉宾 沈向阳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部负责人 他演讲的主题是 人工智能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均 请您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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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观看 我们看到云计算盒已经分布在各处强大的计算功能 采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上的数据 利用机器学习分析数据 并用人工智能 创造出我们工作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体验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未来几年之中 我们身边每天会产生千万亿字节 就是Petabyte量级的数据 多到难以置信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 在城镇还是在乡村 甚至在工作的每一个角落 或者是从工厂到医院的各个行业 所有的一切都会因为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而发生改变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超级机遇 今天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发展 主要得利于三个因素 我称它为两大一径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互联网和物联网带来的大数据 第二 云计算带来的强大的计算能力 让我们能够轻松驾驭全球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计算 去获取和处理信息 第三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精准算法 已经令到我们可以训练计算机 自主地完成相当多的复杂的任务 我认为 人工智能将会颠覆所有的商业应用 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帮助我们解决人类面临的 很多具有挑战的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思考与事件 首先我们相信 人工智能将会延展人类的能力 这就要求必须以基于人类的立场 来设计和发展人工智能 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先的途径 关键在于设计系统的时候 让人工智能放大并提升人类智能 而并非取代人类 将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 特别是从大型数据 集中学习模式和提炼信息 与人类擅长的领域 比如创造类 同理心 判断力 相结合 计算机本身 并无善恶之念 善恶之心在于人类 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 我们需要确保 人工智能的设计者 软件工程师 算法科学家 掌握正确的工具 拥有正确的意识观点 事实上 微软研究院 一开始的三个研究方向 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语音和计算机视觉 今天 人工智能创新的节奏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很多人类感知的能力 正在逐步 被人工智能逼近或者超越 比如说 三年前 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的 152层深度神经网 残差网络ResNet 当时这个图像识别的准确率 在ImageNet这个测试中 已经达到96% 这种能力和斯坦福的 学生的水平相当 一年前 我们在Switchboard 语音识别标准测试节中的 错误率已经降低到5.1% 达到了比美人类 专业数几元的水准 今年1月 微软亚洲研究院率先在 斯坦福大学发起的Squad 文本阅读理解测试上 获得首次超越人类的分数 今年3月 我们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 在NewsTest 2017的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测试节中 第一个达到了 可以和人类翻译相当的水准 虽然我们已经在 人工智能感知领域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人工智能要真正达到 人类的水准 特别是在认知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 始于科学研究 但远远不止于此 我们构建了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平台 提供实时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 以及方便易用开放的开发工具 更重要的是 以此来赋能和帮助所有的企业 打造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平台 创建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所有这些都汇聚到 微软智能云Azure上面 微软作为一家技术平台公司 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开发者 成为AI开发者 让每一位数据科学家 成为AI数据科学家 让每一个企业都能成为AI企业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 许多中国的客户 已经从微软智能云 Azure和人工智能中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收益 特别是在上海 我们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进展 众多上海的领军企业 借助微软智能云和人工智能的工具和技术 大力开展的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 微软联合学界和商界的力量 共同发掘了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 推动人工智能的普及 我们非常高兴的是 多年来和上海的顶级的高等院校 创新企业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加速创新 我们将在上海成立 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 推动上海的基础研究的发展 我更加高兴地宣布 微软与上海移电合作 在上海建立人工智能创新院 创新院旨在打造 将人工智能研究成果 转化为应用的基础平台 推动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与人才升级 驻立上海成为中国 乃至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 创新测源地 应用示范地 产业积聚地和人才高地 既往开来 我们要成就的是一个远大的梦想 预立全球每一人 每一组织成就不返 我们通过开拓新方法 发明新技术来造福社会 具生态之力助AI创新 微软非常有幸 能与各位一道 为打造上海人工智能高地 尽缅薄之力 让上海创新活力源源不断 助上海创新精神深深不息 谢谢大家 如何正确认识人工智能 它是一个行业吗 AI独立是不能成为一个行业的 AI一定要是跟传统产业结合 人工智能的国际化潮流 要加强国际合作 我们相信太平洋足够大 能够容纳下中美两国的AI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精彩 主题是 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与行业赋能 在刚刚的节目里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部负责人 沈向阳认为 必须基于人类的立场 来设计或发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创新结构快 人类许多的感知能力 正在被人工智能逼近或超越 通过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平台 赋能企业 微软将在上海 加大推动基础研究的力量 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企业如何应对比赛 接下来出场的是 今天论坛的最后一位嘉宾 汤晓鸥 商康科技创始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 第一财经 中国金字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人工智能大爱无疆 人工智能呢 前面这个各位 这个这么多的公司在一起 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有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 我们一集就解决不了 就是说人工智能 不管我们怎么做 都不能代替大家吃饭 最后呢 大家还是要亲自去吃午餐 这个无疆呢 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这个 就是说 实际上AI和传统产业 是没有边界的 AI是要负能百业 第二个呢 是这个 AI需要这个 全球各国共同努力 来合作推进 所以呢 实际上是AI的学术研究呢 是没有国界的 那么对第一点呢 我想用一些简单的技术演示 来演示一下 我想用一个电视剧 本来我想用一个韩剧 后来想一想呢 还是用一个 我们这个 中国产的 更有男子汉气概的 这样一个电视剧 请大家看一下 小时候对这个音乐 非常非常熟 这个是物体检测 下面是人脸识别 年龄识别 还有这个表情识别 技术 再往下是这个 240点这个 人脸关键点定位 然后这个是在这个 进行自动的情节识别 和人物关系的识别 下面是这个 肢体识别 这个是行人检测 也可以叫黑帮检测 那么其实呢 我给大家演示了 大概有十样技术 那么这十样技术呢 我们在做什么呢 好像我们是在教机器看电影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呢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其中一个应用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剧情 分析得很好 那实际上呢 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做广告植入 所以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个 广告植入的应用 这也是一个 很有上海翻的 这个香港电影 叫《花样年华》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 植入了我们的广告 这个叫Sense AR的 这个增强现实的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 商场的广告 然后这里面 植入了一个汽车 但是其实我最想植入的呢 应该还是这个 我儿子这个照片 我想跟大家讲呢 就是说 实际上并不存在AI这个行业 唯一存在的是AI家这个行业 说AI独立 是不能成为一个行业的 AI一定要是跟传统产业结合 而且跟传统产业结合 不是说颠覆传统产业 而是跟传统产业合作 是赋能传统产业 AI的价值是帮助传统产业 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呢 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去了解 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传统产业 然后同时呢 你要自己迅速成长 你要成长一层 这个比较大的公司 你才能跟对手去谈判 才能跟人继续合作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 成长为一个 几千人的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公司的管理 公司的文化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如果你连 这个公司的文化没有 你活都活不下去的话 那就不要再想去 如何挣钱 如何跟别人合作 所以呢 我们非常重视公司的文化 我也看了很多 现在有这些大公司的文化 我发现中国有很多公司的文化 是这个狼的文化 就是所谓这个 这个群狼过后寸草不生 我一直也不太理解这句话 就是为什么狼要吃草 那我呢 实际上觉得 我更喜欢的这种文化 实际上是应该和平相处 是应该互相善待 合作共赢 就是说你跟别人谈判 如果每次都是你赢 那其实你就输了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来跟你合作了 好 最后呢 我来讲一下 就是在创新方面 实际上呢 AI的最核心是人才 是人才的培养 我们和华东师范大学 还有上海师系中学 一起在前一段时间出版了 全球第一本 这个人工智能的高中版的教科书 还有一套实验室 现在全国有近百个中学 已经采用了这个教科书 这是从基础上来培养人才 来吸引这些中学生的 对AI的兴趣 另外一个呢 为了保证这个高端人才 顶级的研究人才的 这个不断的输入 我们从MIT建立了 这个人工智能联盟 那从这个联盟呢 启发到我们 应该联合更广泛的 这个学术机构大学 所以呢 我们才倡导了 AI全球学术联盟 我们希望呢 真正的能够 推动国际上的 这个AI的合作 真正的能够做到 大爱无疆 我们相信 太平洋足够大 能够容纳下 中美两国的AI Thank you 我说 太平洋足够大 太平洋足够大 了 非常高兴回到美丽的上海 参加第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我非常兴奋地看到 微软公司正与各方一起 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加速中国和全球的数字化转型